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震經紀 這條影片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年初一些比較值得關注 以及很快會發售的樓盤 今天會講一下Metro Town的Atisha 以及Suri Central Parkway 兩個項目都是由比較優質的發展商去做 都是比較好的地段 以及是High-rise Condo項目 我們先講一下Atisha 大家有印象我去年年尾的時候 已經和大家經過一次的showroom 不過發售資料上還有些是未齊全的 現在的階段是怎樣呢 就是它已經可以開放給公眾預覽 這個星期六就開始了 預計在今個月的月中月尾 或者最遲下個月的月頭 就會開始可以寫單位可以賣 這個樓盤的特點其實是它的校網 在Burnaby 屬於數一數二的中小學校網 中學是Moscow 基本上排第一 小學是Chefreyburg Elementary 而且是很近的 走到五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到小學 送小朋友上學比較方便 地址是4275 Ground Street 最近的地鐵站就是Patterson 近Central Park走到8分鐘 走到Metro Town就十多分鐘就可以走到 整個樓盤比較多 都會是兩房和一房類別的單位 以及小量三房 管理費是四毫九一呎 預計2025年的三馬樂城 之前和大家分享的影片 只是分享了兩三隻職 現在所有的職都齊全了 這張是現在第一張Price Sheet 所以之後可能有很多東西要更改 這些是幾多房的類別 後面紅色我寫下這些 是mark了每一個房型對應的職號號 方便大家看看 正方形垮住的意思 就是這些基本上是每層樓都有的單位 常見一點、容易買到一點 多些選擇 其他這些沒有垮住的 就是特色單位 可能整個樓留得幾個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 這些沒有垮住的單位 就更加要早一點 否則很容易被人買了 所有單位的價錢 都會包括一個Storage 除了Junior One的職 四至十九樓單位之外 所有單位都包了一個充電車位 我們來看 一房單位大約五百尺頭 它的Styling Price 就是六十萬頭開始 如果大家買的是沒有車位 Junior One 有機會六十萬樓下都會買到 是第一批的話 到二十樓開始就會有一個壁樽 因為包了車位 而如果大家需要一房 再加多一個Flex 這個Flex是沒有窗的 會大些單位 五百六十幾到六百頭的面積都會有 這個價錢會貴一點 就七十多萬左右開始 兩房單位850呎 就九十萬尾 如果去到中高層有view 有機會是過一百萬的 另外這些都是兩房的單位 它有甚麼分別呢 兩房加Office Flex 這個Storage Room是沒有窗的 Dang是有窗的 Junior Free Bag的意思是 兩間正常的睡房 主人房、客房之外 第三間睡房有窗 但未必有衣櫃 或者可能只能放到單人床 未必能放到雙人床 這個Junior Free 這些職位的尺數 大概都是九百多尺左右 定價是一百萬頭 去到八二、八三萬都有機會 因為是否買特色戶型 是否高樓層有view等等 如果大家真的要賣一個 完整的三房單位 即是三間睡房 都有窗、有衣櫃、放到雙人床 那一隻 其實只有兩個單位選擇 就是Town House 整個建築的最底層一層 變積大約1200呎 一隻大一點的三房 會有很多個釘 這些單位的starting price 大約是160萬宗左右 兩房三房內的單位15% 在你寫合約那天放下15000元 7天內5%減15000元 兩個月後多給5% 半年後再給5% 如果你買的一房單位 就要求你在一年後再多給5% 這些Deposit會交給發展商的 律師樓的Trust Account裏去保管 保障一點錢 因為人們很怕發展商捐錢就佬 這個可以大家注意 另外如果大家通過我去買的話 assignment fee可以獲得500元 甚麼是assignment fee呢 在BC省溫哥華這邊 大家去買樓花的時候 因為它有一個比較長的落成期 在發展商許可的時間段裡面 而你在收樓前 想把它轉售給第三方的話 通常你都要給發展商一個assignment fee 這個費用 其他大部分的樓盤 都是2%至5%的樓價 即是100萬的2%至5% 這是比較常見的assignment fee 在這個樓盤 我們在初期階段 會有優惠價500元 如果大家想轉售的話 將來就省一筆費用 另一個優惠就是 實質上給你的decorative allowance 暫定至少會有5000元 有機會再多一點 到時這些開售階段 會再通知大家 和幫大家爭取 showroom已經準備好 今個星期六開始 可以愈愈去看 但其實大家也不用爭 不用說一會星期六去看才買到 只要你來填了意向表 越早 其實買到的機會就會越大 而且越容易選到心碎的單位 如果不在溫哥華這邊 或不想在COVID階段 跟人逼迫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online portal 可以幫到大家去看不同的單位 甚麼樓層 甚麼單位 甚麼方向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我 我可以幫你 這個online portal 進去之後 你可以選擇 你比較深水的樓層 然後可以選擇 多少房間 你按進去 就會知道 這個兩房單位 是一個甚麼的plan 然後它看出去 又是一個怎樣的景觀 進去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viewfinder 有不同的樓層 放大之後 也會看到 我向北邊就是這個viewfinder 那你掃回去 你有興趣的單位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景觀 如果大家想下載 完整所有的樓層 一隻隻慢慢選擇的話 可以上我的網頁 carriequite.com slashartisha 進去之後 可以重溫我這條YouTube影片 進去所有showroom 和詳細的資料 你按進去這兩個鍵 分別就是artisha的brochure 和floor plan 戶型圖的話 按進去 你會看到有很多頁 所有的職位 都有 希望這些 tools可以幫到大家 另外我們要說 就是parkway這個項目 parkway的項目 就是在suri central 我們看看地段在哪裏 這是大溫哥華的地圖 藍色這條是其中一條sky train線 suri在這個位置 也有sky train站 我們今次的樓盤 在sky train站附近 就在這裏 105104甲city parkway這個位置 發展商是Bosa旗下的 blue sky family company 其實同一個發展商 在這個區域已經發售了 以及建立一個樓盤 叫做university district 2023年落成 都已經賣光了 現在這個是鄰近隔離的項目 這個項目會有四棟樓 第一棟發售的 是東北邊這個建築 這些全都是high rise石屎樓 旁邊就是sky train 附近都有很多設施 這棟樓的話 樓高是51層 它的名字叫做aspect 會有studio 一房和兩房單位 它的特色還有就是 最高roof top 也會有roof top club 給住戶使用 Floor plan的話 發展商也分享了 初始三隻 一房單位511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個一房一釘 多了一個釘 這個釘還可以放單人床 還有一個兩房757呎的 corner unit 其實它都有一個floor plate 18至50樓都是這樣的 四個都是 corner兩房 中間夾這些會是小的studio 中間一房和一房一釘的單位 有興趣的朋友 Surri突然之間 自從去年年尾 有一條新聞出來 UBC 買了King George Surri Central下一個站 自從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Surri大陸的樓盤 剩下什麼都馬上被掃 因為大家突然覺得很有投資價值 所以這個樓盤也預計會很熱門 雖然現在的階段 資料還是比較少 而且售留中心還未準備好 預計大概兩三個星期 左右就可以進去拍片給大家看 之後的追蹤就是可以大家進去看 然後就開售 可能開售的時間大約是2月中左右 可以上我的網站 carryquiet.com slash parkway這個項目 然後登記了之後 當我一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進去看showroom 或者有多點的職位和其他開售資料的話 可以立即發給你 等你不要錯過了一開始可以買的階段 選經紀 我得意呀